大家好,我是白石木马人,唐大叔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我今天站在一个皮卡旁边 如果有点懂皮卡的人呢,已经看到这点提示了 这个叫Sporthood 就是运动版的这个引擎盖吧 所以呢,大家知道了 我今天介绍的就是2016最新的公羊头皮卡Randtruck1500的错 不是Sport,是 等一下就知道了 在揭晓今天要介绍的皮卡之前 我先给大家点提示 哦,5.7的Hemi引擎 有395的马力和410的拖力 哦,有运动版的这个引擎盖 那不用说了,100%就是运动版 那谁敢压钱下去说它是运动版呢 我是不敢了 因为我已经知道答案了 这台车其实是 公羊头皮卡里面最特别的一个 Rebel 看看它越野轮胎 当然这个轮胎不是原版的 而是我们换过的这个特别版吧 叫我们公司Haley的特别版 换过了这个轮胎了 但是呢,这一台我们眼前的就是 公羊皮卡特别版 也是唐大叔最喜欢的一台 一直找机会想要介绍的 2016年公羊皮卡的Rebel 而且是黑裤的外饰和红黑的内饰 唐大叔最喜欢的 好,现在我一一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之所以这一台RAN 1500就是公羊皮卡 1500的版本特别呢 是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前脸它不是像我们一般的皮卡 这里有几台 是一个到齐公羊头的标志 而是RAM 就是公羊皮卡RAN的这个标志 在整个系列里 其实1500一共有十个这个等级吧 我们叫Train Level 只有两个车是有RAN的这个前脸的 而不是公羊头标志 就或者到齐标志的 那一款呢就是最最最最高级的那个LAROMI的LIMITED 那个呢更跟趋向这个奢华的感觉 还有一台呢就是这个RAN Truck Rebel 那大家可以看到小小的Rebel 当然这一台我说了是我们这个这边的特别版吧 算是有做一些改动 总像这个贴纸 灰色的贴纸 然后这个一直从前面前车门延伸到后面 这是我们自己加上去的 还有这个轮胎呢也是改了更好的这个越野轮胎 那后面的门我打开了 等我把它关上 大家会看到呢 另外一个RAN的标志 一个超级大的RAN标志 然后呢左边写着Rebel 在10个Train Level里面呢 它都会在左下角写出了最基本的ST之外 当然就是后面一些特别版 像Long Horn啊 Big Horn啊 大脚牛啊 长脚牛啊 不管你怎么样 它都会在左下角写 那这个写的是Rebel 唯一一个这个越野版的设计的皮卡 所以呢 主要竞争对手的话 其实是福特的那个Raptor 他们两个都是越野 有越野能力的皮卡 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做法 把皮卡做成有越野能力的 那到底越野能力需要一些什么东西呢 大家知道 它如果要越野的话 肯定要有些专业的东西 一会儿大家 唐大叔会给你们继续讲 那现在我先绕了一圈 顺便说了一些 呃这个背景和一些东西 那我们现在走近 再慢慢看每一个细节 首先呢 唐大叔把引擎盖打开 我们先从这一个核心的引擎开始讲 嗯 在打开以后呢 大家终于找到这个 非常想念和熟悉的公羊的小标志了 但它不是重点 重点呢 是在这个引擎盖下面这一个 HEMI V8的引擎 它是可以输出395匹的马力 还有410的扭力 所以呢 这个车呃 具备了非常快的速度 在这个一般开的情况下 但是呢 它足够马力大 可以拖东西啊 载东西啊 一切皮卡该有的功能 它全都有 但是它又 刚刚说了 这个是一个越野定位的 所以它越野到底在在哪里呢 哪些地方呢 其中一个的话就是 我们经常看到 越野车前后都会有这个钩子 这种钩子有两个功能 一个是自己有时候卡到地方 上不去的时候 可以用一个钩子把自己救出去 另外的时候 别人出不来的时候 可以去救别人 那越野另外一个呢 就是轮胎 所以呢 原版配的里面也是 可以越野的轮胎 但是 大家都知道原厂的轮胎 在一些发烧友的眼里 或者专业的 稍稍专业一点的 大家都知道 它并不是最最好的 可以用了当然 那这一个大家看到 很酷的一个轮胎 还有这种标志 这个是 Mayhem Mayhem的轮胎 这一个是一个17寸的轮胎 就是叫Rim这个轮毂 是一个越野的轮胎 那现在看上去呢 越野的话 还有一些需要什么功能呢 那就是下面的保护功能 所以像吉普木马人一样 这台车下面呢 是有专业的这个 Skid Plate 大家可以看到主要部件 都是被这种铁 东西保护住的 所以呢 当你越野下面 经过岩石 或者其他东西的时候 你的主要部件 不会被伤害 哎呀 蹲得好累啊 唐大叔身体不行 主要部件不会被伤害 对吧 啊 好的 其实我们在看呢 就是大家会发现 哎 这个轮胎 这个距离好像有点偏高嘛 没错 这就是另外一个东西 嗯 大家 唐大叔先卖个关子以后 进去以后再跟大家讲 这个为什么这车看上去 好像比较高 那另外的话呢 后面有另外一个钩子 我刚刚说了 可以去装拖车的东西 如果真的装了拖车呢 这里是可以连接刹车的 大家知道拖的这个 吹了后面 呃 也要需要装刹车的 对吧 不然的话 呃 就是不好控制了 只是用这个汽车的刹车 然后这个漂亮的Rebel 说到Rebel呢 我跟同事聊的时候 他们说 Rebel为什么路上那么少见 因为他 他的这个 做的 看一下其他皮卡 他们是不是不太一样的 这个零件 还有生产的步骤工序吧 工艺甚至是 所以他一次大概只做15台 呃 不能说非常稀有像那种限量版的 只有几十台全世界 但是 也是非常少见的吧 可以说 所以呃 呃 在街上 大家看到很多供养皮卡 但是 Rebel看到的 应该是相对少很多的 好 现在外面呢 我们已经绕了两圈 应该看得非常仔细了 那 我再讲一些 科技和功能上的吧 大家知道 供养皮卡呢 它已经 应该做了很多年了 所以 大家都认同 这是第三方说的 不是唐大叔说的 它其实是 内外事 就是内事和外事 呃 应该兼顾最好的 呃 所以综合来讲 包括引擎 包括它的外事 包括里面的科技 包括舒适度 呃 舒适度 其中一个东西呢 就是它的 这个 这个悬挂系统 suspension 这些东西 避震系统 或者叫 呃 Rentruck 不管是哪一个级别 它们设计的初衷呢 都是更追求 像SUV一样的那种舒适的感觉 而不是我们概念里面皮卡嘛 是吧 解放大卡车 应该是颠来颠去 很坐着很不舒服那种 那这台车呢 包括其他的 Rentruck 更注重这种舒适度 呃 所以里面的避震系统呢 是 不太一样的 和一般的那种 或者说 这个太技术的东西 唐大叔也不想在这里说了 那 大家只要知道 如果真有机会去试驾一下的时候 就知道这种车 它的舒适度是非常高的 那舒适度高的原因在哪呢 我们走到里面去看看 对了 进去里面之前那我再多讲一下 那这台车大家仔细看 这个黑色呢 它不是纯黑的 所谓叫黑色Black Pro的 就是里面有这种闪闪发亮 像那个 这种 珍珠的粉一样那种感觉 有这种 所以这个其实非常漂亮 那这台车进去的时候呢 它是有这种Sensor 所以是Killer-centric 所以我手放在这的时候 刚刚有灯在闪 大家也可以听到声音 它自己会打开门 只要要是在身边 所以口袋里面就可以 打开门 第一眼马上就看到 唐大叔一直说的 很多黑色里面 带一点红色 是我最喜欢的一种组合 所以呢 在门把这里 那就可以看到 这种红色和黑色的 包括缝线 非常漂亮的感觉 然后一踏进去之前呢 又看到了很多红黑色 我觉得这个红黑 比我一般说的那种 红色要用的多一点 但是完全是下载好处 一个全黑的 其他车 我们都坐过 我也坐过很多 但是呢 就比较成熟一点 为什么Rebel嘛 翻译过来 有点像叛逆者一样 它就调皮很多 用了很多这种红黑的 但是呢 因为你坐在这的时候 你看到更多是黑色的 然后呢 因为这个红色多的是 都是在侧面 其他都是用很少的红色 所以感觉上呢 恰到好处的一些红色的东西 比平时我说的画龙点睛呢 要多一点 但是完全把它这个设计的 还有调皮的感觉都 都给衬托出来了 用这种红色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Rebel的标志 无处不在 这里有一个 这里有RAM的标志 这个椅子呢 侧面有个公羊头 再下来呢 有一种像蜘蛛网纹路一样 这种 有点像那种赛车椅子 中间是布的 旁边是皮的 非常的舒适和漂亮 而且整个座位 两边都有这种 弯进来一个弧度 坐得更舒服 包括后面也是这样子 中间是布一点点这种 不是一般的 我们那种所谓布的 它是那种 有点像赛车那种 很舒服的 后面是这样子 红色也恰到好处 当然这个时候呢 让唐大叔换一个广角镜头 再来给大家看看啊 嘿嘿 现在换了广角镜头呢 看得就比较清楚一点了 大家可以有这个概念了 小灯自己适时的亮了 提醒我 为什么还不开始啊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这大叔也是有这个 我说过了 钥匙上放在口袋里面 就不用管了 keyless entry 然后这个remote start都有了 但我说remote start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说这台车也配了 这个在车外面的时候 冬天或者夏天 我们可以通过remote start 先把车子打开 只要快速按两次 我不知道我在车里面 应该也可以吧 试试看 所以我没有碰其他东西 只要按两下 它自己就打开了 所以这是remote start 但是放在身上 或者放边上的时候 也可以用这一个去打开 这个东西现在也比较普遍了 只是说都挺方便的 这一类的新的科技 大家可以看到 这台车上面 从方向吧开始讲吧 这个有蓝牙的语音输入 voice recognition 可以听电话的蓝牙 右边呢 其实可以像很多种这种换挡的 有一些在那种把手上面 前后推啊 左右推的换挡 也有在后面呢 像这种赛车一样 那这一个呢 是可以用这个换挡 因为这台已经搭配了 8这个8速的变速的 transmission 对吧 这个波箱 所以呢 节能上面比以前更好了 原来都是6速的 另外的话 这台车也搭配了这一个 就是在达到一定速度的时候 会把8缸变成4缸 可以达到更节油 朋友开过之后呢 说大概在 13 4个油吧 对吧 从11个油到14 5个油都有可能 看你怎么开 当然这台车因为轮胎的关系 越野轮胎 所以油耗会偏偏高一点 但是呢 如果是 就是以 这个HEMI的 V8引擎来讲 这个科技 其实最少是可以达到 12左右的 所以油耗非常的低了 可以说 这么大的皮卡 那这边大概讲完之后呢 哦 这里还有就是说 定速的 对吧 定速的这个 这个 COOSE Control系统都有了 这也比较 都大家都知道 应该都比较熟悉 早都有的车 那再来过来中间这一点呢 这就配了8.4寸的U-Connect 这个 这一个娱乐加上导航加上大货雷达的系统 也是同级车里面最大的 那说到这个东西 同级车里面 大家 第三方的 也是第三方说的 大家也可以看过了 刚刚一路看过来就知道 这台车的内饰 非常的舒服 而且像SUV一样 而且这个车搭配了很多技术 让它去降噪啊 噪音会小一点啊 还有这个 避震系统啊 会坐着舒畅 非常舒服 所以呢 来到这个里面呢 等一会再跟大家细讲 那现在再往下面看呢 这个东西大叔用 唐大叔用过之后 我觉得是很喜欢 一方面呢 用这个大油很简单 一目了然 换得也很快 第二方面 把这一整块的空间都省出来 所以你这里有超大的一个空间 这里可以放手机啊 这里可以放东西啊 非常实用的 而且 把这个大大的皮卡 用一种小巧的 这个换挡的东西 E-Shifter 感觉很是 对吧 又大而小这种对比的感觉 非常 皮卡的印象是笨重的 这样子感觉很灵巧了 对吧 这里呢 唐大叔示范一下 可以放眼镜 或者放其他的东西 手机就不建议了 那 再过来的话 就到了重头戏了 这他说 之所以刚刚我 卖了个关子说 怎么会高低啊 那些东西啊 其实就在这里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 有一个标志 上下 所以这台车是搭配了 Rentruck最好的 那个Air Suspension 就是空气的 这个升降的系统 也就是呢 这个车最高最低 可以升到四寸 就是四寸的大小 高低的区别 像在高速的时候呢 其实他感觉到 你的高速可能 从这个达到一定速度 到80啊 或者这种高速的 就是highway speed 他们说高速的 这种速度的时候 这个车自动会降 降到你知道赛车嘛 跑车都是低的嘛 这样风阻会更好 速度更快 而且车更稳 那一般的话 就在中间一档 就比较舒适的 这一档 可以有一定的空间 离地空间 但是呢 又不会太低太高 最后呢 就是有这个 可以最高升量档 这个也所谓越野模式了 那 这个是非常 非常有用 而且很有意思的东西 所以一台车 原来呢 大家一般 不是把这个车 完全升高呢 就是把车降低 经常会看到 有些lifted truck 会把它升高 三寸两寸都有 但现在等于说 你随时 我想高就高 想低就低 而不会是 绑死在一个高度 因为高和低 它有它的不同的功能 和好处 在这个高速的时候 低一点车身 我刚刚说过那些好处 会车更稳 速度更快 更省油 再来 那你越野怎么办 对吧 你越野的时候 车身要高一点 速度就不用讲了 不会很快 但车身高一点的话 可以不会刮到 可以去更多地方 甚至这个车 假如在工地的时候 也是同样 在其他的 这个工养皮卡上面 有用到这个功能 像在limited 我刚刚提到的那台车里面 标配也是有这个东西 那其他车就没有标配了 是选项要去另外买的 所以买的话提一下 反正要几千块钱吧 好的 这里都讲好之后 这个东西 如果大家觉得好奇的话 刚刚说了 后面呢 如果拖东西的时候 可以拖车 拖车的时候 这个刹车松紧 就是你同样踩刹车的时候 另外的 那个 也会在你的拖车上面 它也会同时有刹车的 那到底要 灵敏一点 还是那个 不要那么灵敏的 可以在这里控制 好的 这台车里呢 已经配了这个 椅子会加热的 加热椅子 两边都有 后面 后排就没有了 前排的主腹 驾驶都有 那这还有个拖 拖车功能 拖车键 打开以后呢 基本上可以理解 就速度慢一点 拖力大一点 这样为拖车而使用 所以这台车 我刚刚说上天下地 可能说的有点夸张 但是意思就是 你可以越野 也可以拿来 做一般皮卡 做的任何的事情 而且还 它已经可以升降了 等于说一个超级多功能的 都有了 那现在呢 再往上面看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台车是有天窗的 然后这个呢 后面有个小窗户 中间的那个小窗户 可以打开 现在说的差不多了 我们把车子打开看看 都有些什么玩意儿 打开之后呢 映入眼帘的 就是中间这个小地方 中间呢 左边是转速 转速 右边呢 是你的速度 上面呢 还显示了电池 比一般的车多了一点 对吧 这样的话真的很有用 因为大家多加一句吧 现在车的话都非常电子化了 不管SUV还是小车 还是皮卡 所以电量是非常重要 也提醒大家注意安全 就是说 如果真的发现电池有问题的时候 一定要及时去弄 不然会很危险的 车子会一下子停下来到 所以这里显示了 就不用担心了 随时知道电池的情况 右边呢 这个油温 极油温度什么的 都是标准的 但是大家看这样很多个又红又黑的 而且这种大圈小圈 是不是设计的很漂亮 那中间就是一些常用的东西 当然 刚才大叔说了 这里有这个语音控制和电话 那剩下这些呢 就是来控制这里 现在一般喜欢把这个速度放在这 那你可以去调整其他的东西 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在里面 这里我就不多讲 如果大家感兴趣 就可以看看我其他的视频 这里呢 多出来的东西就是这个 刚刚大叔说了 这个脱东西有吹了在后面的时候呢 可以用这些东西去调整 或者说去看一些东西 看一些信息常用的 那这个基本的车的信息也会有 现在写到21.9的这个耗油量 那因为这个车没有怎么出去开过 都在停车场 所以这个都在挂一挡走 所以那个这个V8引擎 就是八缸变四缸的功能 没怎么用过 就不会很省油 那如果是正常驾驶里面呢 就会大叔说的 就会很好用 就会省一些油 现在呢 这个右下角大家看到一个offroad 哎呀 绕了这么多 终于讲到我想讲了 因为刚刚外面看过 这车是已经调到最高一挡 那现在我到外面去给大家看看 这个车变低是怎么样的 现在呢 唐大叔在车外面 大家可以先感觉一下 这个车大概是这么高 等一会降低了之后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 到底低了多少 重新提醒一下 就是可以高低四寸 现在唐大叔在车里面了 我们把车子调到最低一挡 每一挡呢都会告诉你 对吧 我按了三次 一二三 所以现在车子准备降到最低一挡 降的时候呢 这里会提醒你lowering 所以不要进行其他的车史 车的这个驾驶的操作 让它自己慢慢lower 等它一直降 降到同时这边会一直闪 显示从四个灯已经变成最后一个灯了 当然如果你坐在车里会有一些直观的感觉 但是大家没再坐在车里 所以就只能出去外面看了 等一会儿 好 我现在带大家出去看看外面 大家现在可以看出来 这个车已经非常低了 好的 现在有人想买这个车了 先到这里先 刚刚被两个 也是来看这个车的人给拦下来了 坐了一半 但是没关系 该介绍的介绍完了 可能明天这台车就不见了 但是如果大家喜欢想要试驾什么 可以来找唐大叔 然后如果想要买的话 我可以帮你找到这个车 但是今天介绍就到这里了 看看哪个有缘人可以帮他买走吧 好的 先这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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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